从这一讲呢,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模块,工业化,我们来说说,沿着工业化这个慢变量,在制造业里面能够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小趋势。 那提到制造业企业,你会有什么印象?你可能会觉得制造业企业都好无聊哦,确实如此。 比如我今年调研过的一家企业,童坤,在浙江省嘉兴市的童乡,它原来是一家乡镇企业,现在不仅上市了,而且是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。 那这个童坤是干嘛的?它主要是生产狄伦长丝的。狄伦长丝又是干嘛的呢?这是一种化纤产品,我们穿的衣服、鞋子,还有家里用的窗帘、床单、沙发罩、垫子都有用到狄伦长丝。 童坤的朋友告诉我,他们建厂至今花了四十年只做一根字,你说无聊不无聊。 但是我在今年的调研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,正是因为非常无聊,像童坤这样的制造业企业才能够成功地化解各种风险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我给你仔细讲讲。 那你肯定知道,很多其他行业的企业动不动就要搞创新。 但是,化纤这个传统产业很难找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。 我问过童坤的朋友,五年之后,十年之后,你们行业会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呢? 他们认真地想了想说,不会,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很难出现。 那未来五年十年还是做一根丝啊,无非是把丝拉得更长一些,增加一些特性而已。 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要创新,但是有的时候啊,为了创新而创新,反而会把自己折腾死。 那IT行业创新的速度很快,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先拿出来一个不成熟的版本,然后再不断地迭代修补漏洞。 可是制造业可不能把还不成熟的产品直接就卖到市场上去啊,所以制造业企业对待创新会更加的谨慎。 那你说,没有革命性的创新就不算创新吗? 不是的,就拿童坤来说吧,他们是在做微创新的,比如说他们在开发仿皮,仿真丝,仿棉麻的产品。 你都看不出来哪个是仿的,哪个是真的。这种微创新才是童坤更需要的呀,因为其他产品替代不了狄伦,狄伦呢,却在替代其他的产品。 所以,童坤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做革命性的技术创新,而是靠内部的微创新,搞好经营和管理。 要知道,经营好一家制造业企业,那可是一件累活呀。 就拿童坤来说吧,有上千种不同规格的产品要管,要管销售,要管库存,得把每分钱都算清楚,精打细算,把管理做到极致,才能够有更低的费用率,更高的毛利率,更高的流动资产周转率。 说起来,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很酷的高科技,可是这比的是看谁能够扛得住啊。 好的制造业企业都像是长跑选手,比的不是起跑的时候速度有多快,而是全程的配速。 累是累,可是你累别人也累啊,反而不会有人来抢饭碗。 除了上千种产品要管,还有两万多名员工要管啊。 童坤的员工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,看起来好像很土,很多管理层都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,有的人学历不高,甚至一开始只是生产线上的挂线工人。 可是,只要他是肯干,企业大了,那这些骨干们就会到各地开支散业,为童坤开疆拓土,自己也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能人。 那别的企业招人,恨不得都得招九八五的,甚至都招北大清华的,交大复旦的,但是童坤的员工再普通不过了。 靠招优秀的人才,有时候反而事与愿违,因为优秀的人才都被卷在一起了。 但是,靠一群普通人,同样可以带出来一只骁勇善战的队伍,那才算本事啊。 真正成功的企业,是把一群平凡的人聚在一起,照样能干得红红火火。 那你别看童坤这家企业,已经坐到行业龙头的位置了,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呀。 童坤之所以没啥名气,是因为他在产业链的中游,你会发现越往上走,名气越大。 你知道中石油,中石化,中海油,可是到了狄伦长司,他就没有名气了。 好,那从狄伦长司再往产业链的下游走,狄伦长司可以织成布,可以做衣服,鞋子,还能做缆绳啊,鱼网啊,医药工业用布等等等等。 那这些下游企业,你也能叫出名字啊,比如安他呀,李宁啊,暴熙鸟啊,等等。 好,别看狄伦被夹在中间,那夹在中间大有好处啊,上游和下游都容易遇到价格的波动。 原油的价格经常波动,服装和鞋帽市场也经常遇到波动。 竞争者众多,各领风骚三五年。 可是狄伦企业却稳坐钓鱼台,这是因为身处产业链的中游,上游和下游就成了它的缓冲地带。 那价格波动也好,需求波动也好,到它这里就被消化得差不多了。 身处产业链的中游还有一个好处,狄伦企业可以朝上走或者朝下走,挤占别人的市场,别人却没有办法抢它的地盘。 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下游行业,想进入敌轮行业都有门槛。 你说投资规模大吧,那这个行业资本大佬还真看不上。 那你说投资规模小吧,现在这个行业要上就得上成套设备,小企业还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呢。 那咱们再往深处想一想,铜鲲为什么能够化解掉各种风险呢? 我们前面的分析都是从行业的角度去看的, 可是化线行业又不是只有铜鲲一家呀,那为什么到最后是铜鲲呢? 这是因为铜鲲有一种特有的韧性,有一种穿越周期的力量。 这个行业挣的是辛苦钱,不如别的行业来钱款。 那不只是化线行业啊,其实整个制造行业大多如此,周期长波动大,利润薄,操心多。 过去这些年,我们经常会看到,不少手上有钱的制造业企业忍不住把钱拿去做房地产,做投资,越陷越深,到最后血本无归。 铜鲲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,它一直坚守阵地,没有转移目标去做其他赚钱的行业。 它们即使手上有现钱,也从不投资短平快的项目。 比如,铜鲲的朋友告诉我,它们永远都不会多囤地,总是只留一块地,那是为建新的工厂储备的。 铜鲲在做决策的时候,是属于典型的反周期型。 当行情大好的时候,铜鲲会非常的警觉。 这个时候呢,铜鲲的董事长陈世良会说,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? 但是,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,铜鲲却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 铜鲲有两次扩张,都是在金融危机中,而且还在国内外获得了展露头角的机会。 一次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,铜鲲卖了一大步,迪伦长寺的产量超过了宜征化先,成为国内行业第一。 另一次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铜鲲上了一套全球最大的生产项目,最终成了全球最大的迪伦长寺生产企业。 这就是一个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企业,才特有的耐心和敏锐的洞察力。 这几年,我走访了不少制造企业,发现像铜鲲这样的企业可不止一家。 这些企业会有一些共性,看起来他们都很无聊、单调、平凡。 他们习惯了不被别人关注,数十年只做一件事情。 他们往往身处在一些看似边缘,甚至看起来好像已经没落的行业,比如纺织啊、服装啊、造纸啊、水泥啊。 你可能觉得这些行业早就被淘汰了。 其实,在这些行业里面能够活下来的企业都像铜鲲一样,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,拥有一种穿越周期的力量。 好,这就是我调研铜鲲得到的启发,时代变了,无聊的才是有趣的。 别的企业说,我比你心炒,铜鲲说,我能活下来。 别的企业说,我比你赚钱,铜鲲说,我能活下来。 别的企业说,我跑得比你快,铜鲲说,我能活下来。 那这些企业能活下来靠的是啥? 就是用内部的微创新去对冲外部的波动。 别人是唯快不破,他们是以静制动。 那乍一看,他们好像没有变革,其实每一天他们都在变革。 就说铜鲲吧,你说他每天都做了哪些微创新? 好像真看不出来。 每天只看到董事长到车间和工人一起讨论生产工艺, 只看见每个岗位上的员工不断地提出合理化的建议。 但是日积月累,水滴石川,经历了这些年来的微创新, 你再到铜鲲的生产车间和仓库去看看,你会大吃一惊, 几乎在车间里面看不到人,机器之间互相分工协作, 甚至是互相管理。 这个时候你才会感慨,原来铜鲲早都已经走在智能制造的路子上了, 原来归兔赛跑又是乌龟赢了。 好的,这一讲就要结束了,我介绍了生产迪伦肠司的铜鲲企业, 如何利用行业的无聊特性,反而具备了一种抗风险的能力穿越周期。 那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,通过它们你就能够看到, 新物种未必就是能活下来的物种, 经历过大的环境变化,依然能够适应新的环境, 那才是适者生存的物种。 好,我再给你出一道讨论题, 很多隐形冠军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, 那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身边发现像铜鲲这样的企业呢?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跟大家分享。 这一讲我们来说说专精特心,这是今年的热词, 那什么才是专精特心?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? 怎么才能成为专精特心呢? 这一讲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。 我先来解释一下, 啥叫专精特心? 专就是指专业化, 精说的是精细化, 特是特色化, 新是新颖化。 那简单的说, 专精特心就是那些在特定的行业里, 生产工艺很精巧, 产品很有特色, 还有技术创新的企业。 那这些企业呢, 大多是在制造业, 他们是中小企业, 但是在行业里面却是排头兵,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巨人, 隐形冠军。 那专精特心是个新词吗? 不是的, 2011年的政府文件里就有这个词了, 但原来关注的人并不多, 那为什么到了十年之后的2021年, 这个词突然活起来了呢? 因为在2021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季度会议上, 把专精特心的战略意义说清楚了, 细节你可以搜索看看。 那说白了, 专精特心就是为了把供应链的短板补上, 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加强, 而且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。 这就是新型确定性啊。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, 这就意味着股市的风格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, 专精特心很可能会成为资本市场上最亮的仔, 那这就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投资机会。 当然了, 我们关心的并不只是股市, 咱们要进一步讨论专精特心的深层逻辑, 企业如何成为专精特心, 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。 过去我们一直在讲, 要扶持中小企业, 减轻中小企业税负,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, 不过它都是沿着民富这条主线的。 也就是说, 政府之所以关注中小企业, 是因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, 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了, 就业就稳住了, 打工的人收入就提高了, 这就是民富啊。 那现在提专精特心, 有什么不一样呢? 主要是沿着国强这条主线, 也就是说, 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, 就要靠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制造业企业。 从强调民富到强调国强, 这个转变有什么意义呢? 它意味着商业模式的逻辑发生了转变。 那过去的商业模式你很容易理解, 哪个企业的产品卖得多, 赚的钱就多, 以后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了。 决定一个企业商业价值的, 不再是简单的卖得多, 而是要看这家企业是不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安全感, 这就是你所能提供的附加值。 这个附加值证明了, 中国经济中有你或是没你会不一样。 这几年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特别关注供应链的安全问题, 过去企业奉行的是效率至上原则, 一个零部件只找一家供应商, 那这家供应商最好是全球市场上做的最好的。 那现在呢, 企业不敢再完全依靠一家供应商了, 于是他们就要找第二家供应商, 这叫备胎, 那这就变成了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原则。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吧, 华为就是寻找备胎最积极的一家中国大企业, 他们过去都是从全球找供应商, 现在开始转为找国内的供应商。 那国内的供应商就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, 一个团结的更紧密的供应链, 就这么被中国的企业建立起来了。 华为的朋友感慨, 就在这两年,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。 那这个趋势可不只是发生在半导体行业, 很多行业都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。 很多专精特心企业很可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。 我是一家中国企业, 虽然我没法一开始就进入全球榜单, 但我至少可以把产品做出来, 把技术做出来。 别人有的产品现在我们也有, 别人有的技术现在我们也有, 那我的价值就有了。 我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安全感, 他们不用再担心国外的供应商断供了。 我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安全感, 中国不用再担心卡脖子的问题了。 这就是我给市场上带来的附加值啊, 那在中国经济中, 理所当然有我的一席之地。 你看这样的政策重心转变商业模式的变化, 就给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打开了机会窗口。 那你可能会问了, 既然发展机会来了, 那企业不是应该做大做强吗? 为什么专精特新主要还是中小企业呢? 其实啊, 有一次跟罗振宇老师聊天, 说到专精特新, 他就问我, 难道企业的目标不应该是做大做强吗? 我说, 谁说的? 企业的目标不是追求做大做强, 而是寻找自我能力发展的最大化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做大做强啊, 小而美依然很美好。 我是随口而出的, 但说的可是真心话。 要是一定讲做大做强, 那制造业企业可能真的很难。 像德国大众汽车这种级别的毕竟还是少数啊。 制造业企业相当于处在一个供应链中啊。 那什么是供应链啊? 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态系统, 你不可能把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物种都替代了。 制造业的上游、中游和下游是一个互相协作、 合作共赢的关系。 所以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是没有办法赢家通吃的, 看起来他们占不了C位, 但是生态位比C位更重要啊。 C位竞争的是短暂的出风头, 生态位才决定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。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就不能发展壮大了。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诸侯纷争的时期, 向三国鼎立的时期演进, 也就是说每个行业的集中度都会提高。 经过一轮轮的淘汰, 那些竞争力差的企业就会出局, 每一个行业里到最后能够留下来的都是行业的标杆。 再加上中国的市场规模如此巨大, 经济崛起的趋势势不可挡, 未来会成长起来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。 中国的企业过去想的是, 我要先做到中国第一, 然后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。 可是现在呢, 如果一家企业做到了中国第一, 它很可能就会变成世界第一。 但是这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, 而不是企业刻意要去追求的目标。 也就是说, 只要你用心做好产品, 服务好用户,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 时代就会给你加持, 你自然就会成为行业的龙头, 也就做大做强了。 那你如果去看了专精特新的企业名单, 你可能会想, 咦, 怎么都是制造业的, 而且还得是高端制造业, 那我们生产普通消费品的, 或者是做服务业的, 那就没有专精特新了吗? 现在的专精特新企业, 确实大多是科技型的制造业企业, 但在不在名单上不重要, 重要的是理解了专精特新的内在逻辑, 你就知道企业未来的发展思路了。 那其他行业的专精特新是什么样的呢? 也就是要专注于一个细分市场, 把产品越做越精, 服务越做越好, 去占据自己的生态位。 举个例子吧, 汉服这个看似很小众的市场,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, 居然从一两个亿的销售规模升到了上百亿, 而且这个行业在迅速的迭代, 最早的时候从影楼里面借一套道具服, 那就算是汉服了。 现在已经有了宋明党、 魏晋党和汉唐党的区分, 鄙视链都已经出来了。 那这意味着啥? 意味着这个行业越来越细分, 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, 那才能做到差异化竞争啊。 过去很多中小企业活得很郁闷, 动不动就要跟别人去打价格战, 最后是两败俱伤, 消费者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好产品、好服务。 那要是想做到专精特心, 就要理解一个商业世界的底层逻辑, 价格并不是厂家之间的唯一竞争, 你得要学会,我打我的。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, 以及年轻一代的生活场景变化, 会在不同的人群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小趋势, 这些小趋势是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表现, 也是企业能够实现专精特心的基石。 再具体地说,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满足多样化的群众需求, 一个选择是把原来高端的产品变成中产阶级, 也能消费得起的产品。 那另一个选择呢, 就像汉服一样, 把一个原本很小众的市场再扩大一点, 不一定要变成大众市场, 但是能变成不大不小的中众市场, 那企业就有生存空间了。 这就是专精特心给每个企业都能够提供的一个新思路, 不是非要烧钱去做奢侈品牌, 也不是非要砸钱去抢新的流量, 而是在广阔的市场腹地去满足多样化的群众需求。 好,这一讲快要结束了, 我们讲到沿着国强的主线提高中国经济的安全感, 或者是沿着民副的主线满足多样化的群众需求, 都能够让企业走上专精特心的道路, 最终演进成自己行业里面的小巨人或者是隐形冠军。 好,那我们来个思考题吧, 请你找到一个自己熟悉或者感兴趣的行业, 你觉得这个行业里会有哪些专精特心的机会呢?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跟大家分享。